如果说是今天我们在座的话 我想是胜风委员 你应该坐高铁次数最多的一位了吧 对不对 我想要请问你 这个今天为什么会有在台湾上节目的人 这一位是前台中市的交通局长 他居然会在节目上说 中国大陆的高铁没靠背 马英九他根本就是被骗了呢 讲完了以后 其实引起很多大陆网友的讨论 大家也觉得说 这个人讲话真是匪夷所思 结果我们看到中国中车 就在微博po文回应了 不过这个回应里面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中国标准动车组 是以煮中国茶叶蛋的蒸汽为动力的 动力分散是动车组 而因为国内茶叶蛋资源稀缺 所以部分车体需要每个乘客 以脚凳的方式为列车前行提供动力 我看了以后真的快笑到不行 然后当然这个里面po文 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 是极力的在反访了 说实在的 当时这个有人这么一说 说中国大陆的高铁没靠背 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 他其实被记者问到这件事情 是怎么回应的时候 他一听到那个问题一讲完的时候 他就笑出来了 但他很努力的要憋着 要憋着 他就说 欢迎更多台胞过来看大陆的高铁 体验日行千里不同的感受 大陆的高铁目前运营里程4.2万公里 通达93%的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可谓举世矚目 这种故事已经发生了好几次了 以前说茶叶蛋吃不起 还有一次有一个民主委在那边说 说这个榨菜吃不起 所以人家还寄了一个榨菜吃给他 他还讲叫培林榨菜 你要说不是了 那叫胡林 不是培林 那还有一个说 这大陆的农民蛋白质不止 都吃甜薯 吃老师甜薯 来补蛋白质 甜薯很贵 我告诉你 好 这个拉回来 这个王某人的讲话 我有上网从头把它看到 他是讲兴奋 讲构头 他的意思 我讲给你 这是讲构头 他是说 马英九你做的那个车厢 没有啦 那个贝壳舱 他是讲贝壳舱 这大陆的这一个商务舱 他现在到第三代 第三代就像 现在各位坐飞机的商务舱 或头等舱 是有贝壳舱 贝壳舱的特点就位置固定 所以你的背后再怎么动 它是往前移动 所以不会妨碍到后面的人 这是贝壳 那后面的头等舱跟二等舱 当然没有贝壳舱嘛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做的被骗啦 可有啦 商务舱就是那样的设备啦 马英九也没有被骗啦 其他的 只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进过 这大陆 体验过人家的高铁而已 所以就像讲茶叶蛋吃不起 这个榨菜吃不起 然后呢 吃甜薯来补蛋白质 农民吃甜薯补蛋白质 一样就变成一个大笑话 所以你要这样 这个就是显示了 这有时候一上了节目之后 然后呢 自己在兴奋的一讲 讲到最后就 什么都讲得不堪 然后自己也没想到 在今天是缓 缓走过的币留下痕迹 缓收的都会被留下来 所以才今天会被人家笑 所以我知道也看了很多 自媒体嘛 很多台湾的自媒体朋友 现在在大陆的 都纷纷去花钱做了商务舱 然后告诉他说 是有被子 然后呢 再照一下 这二等舱跟这个一等舱 所以一样有靠备的 不是做板凳的 是是是 委员有做过吗 不知道 没有 我还没有机会了 有机会可以去试试体验一下 可是现在呢 当大家在看这个两岸的问题的时候 你看他们这个绿媒 或者是绿营的人士 他们都会怎么样 比较偏狭 那比方说去解读 所谓国人赴大陆工作人数 连续八年递减 看这个数字的话呢 就会去比较 原因出在哪里 因为大陆现在没有那个吸引力了 所以呢 去那儿不好 所以就认为说是中国大陆的问题 可是呢 那我就要问 那外资呢 很多外国的企业 现在还要再加码投资的 那那些企业呢 您怎么不说一下呢 好 现在当然就说 因为中美贸易战台商布局 有转移 在成本供应链分散考量之下 也选择把生产线转到东南亚去 这确实是有发生的 可是回过头来 现在大家就说 不对不对 中国大陆现在动不动就是要开闸台湾人啦 你说那些什么 欢迎招商引资的那个叫统战 但是呢 真正都是不怀好心 所以现在贸易壁垒要调查 接下来就是要整产农民了 等着看吧 现在呢就把 像类似像农民担心说 凤梨世家到现在都还没有卖到对外去 很着急 委员怎么看问题 这样子不好意思 我先把就位市场提一下 然后再注意 可能我比较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现在在大陆的就位市场 请台湾同学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 就好像现在台商去大陆投资 再去做谁 没有用了 就是说你没有到一定的领域 你已经就不了那个工作了 现在到大陆去就业 一样的道理 我有一个学生 刚毕业现在是第二年 他第一年毕业的时候 年薪就是两 这个28万人民币 是 他一毕业就28万人民币 那为什么呢 就是他现在大陆要的 那个低端的就业 或是中低端的就业 大陆的人比比这次 我们过去已经没有竞争力了 对啊 所以要听一下 听一下 28万人民币 其实已经超越很多台湾年轻人的低薪了 完全不能比 所以他们还是分享到 他在腾讯工作 是 还有几个 最少的 我知道最早的一个 大概都已经可以领到这个18万的 在阿里巴巴的 还有一个在京东物流的 他们大概都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你要有这样的水准 你可以领到这样的价位 那你要是中低 跟人家竞争有没有 很抱歉 大概你的竞争条件 没有办法赢得大陆的这样 所以你的就位条件 当然就会降低 这是台湾同学 现在想到大陆去就位 一定要让好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条件 去挑战 他的高薪绝对比台湾还高 是啊 对 我觉得应该是讲说 整个的大陆的这个变革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 在过往的确就是 因为他的这个劳工的这个价钱 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有很多的到那个地方去 但是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 尤其我们看到前这个三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大陆的这个有封场 然后这个等等的这个情况 有很多的我们台商的台干 就是说干部呢 事实上从这个台湾回来 然后再加上像有一些的产业 比如说我们讲PC啊 这个零零种种的这些电子产业呢 因为牵涉到美国呢 对于中国大陆的很多的一个禁令 所以呢他也要往外移 那还有呢就是说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当时呢我们有很多这个台籍的这个干部呢 他可能是同时具备了美国籍 像这些的美国籍的干部呢 他同样也许他是 他的薪资其实是蛮高的 因为是台湾的公司派过去的 所以这些呢都因为这个中美的 这个战争的这个贸易战的关系 从贸易战其实现在挪到科技战嘛 所以他从这个中美的科技战的关系呢 这些人都要撤出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是一个现实 你的不同的产业 电子的产业其实撤出 你的特定的这个族群的人 其实也撤出 然后呢刚才盛丰委员 他其实有提到 就是一般的这个年轻人 其实因为他的整个架构 变更了所以也不在 但是我们回去看 就是说如果你看这个 我们跟对岸的这个经济的 这个交流的部分 我们我们其实还是顺差 可是你去看这个日本跟韩国的部分 他已经是逆差了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两岸之间因为同文同种的 一个关系 然后还有这 在过往这个国民党执政的 一个情况之下 是有可能是交流 然后现在呢是即便你看像日本韩国 他的情形呢 跟我们的跟台湾的情形 他反而他变成是一个逆差的情形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要利用实际上面的情形 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局势 也就是说我们要真的能够达到能够 我今天其实还特别跟丁首宗丁委员 其实是谈过 我讲说我们台湾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呢 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不得罪美国 也能够跟中国大陆相处 然后跟全世界做朋友 他的答案是其实是很明确 可以 只是说你现在执政党 你决定不要这样做 因为你不是以我们的利益 以我们老百姓的一个利益呢 安全呢为前提 你要选择的一个是为了你自己的一个政党利益 为了你的一个私人的利益 然后你要获取你这些的这个利益 你所达到的目的 所以回到今天这样的情况来讲 两岸之间 如果2024真的能够非民进党执政 下架民进党的话 我觉得除了民间之间 因为前面你提到就是说 民间之间的沟通 其实现在是很密切 因为经济的发展 对 攸关台湾的未来 所以即便官方是热线停摆的一个情况之下 也只能够透过民间来 那我们会希望在2024之后呢 因为下架民进党的关系 我们能够让官方跟民间同时都来 并没有所谓的官方交流就有卖台的情形 没有啊 我们看到嘛 政府执政的时候 两岸交流有卖台吗 也没有卖台啊 卖台是民进党为了夺取政权 打出来的一个抗中保台 但是抗中啦 没保台啊 他只让台湾往下沉沦而已 确实 所以2024这场选举很重要了 民进党现在就是推赖清德 雨萱 赖清德到底有多少胜算 这位日本的知名政治学者 小丽媛新信他分析了 他说赖清德呢 在提名记者会上的发言 对于台湾的定位 大框架已经明确下来了 但是国民党还无法决定 候选人情况之下 抢占选战的先机 而甚至呢 这个小丽媛新信据说 他真的是不是像民进党立委讲的 已经来到台湾 开始在做田野调查 开始在关注台湾的这一场 很重要的选举了呢 那么日本人 这是一个学者的说法 但是日本的媒体呢 NHK甚至还去比较了 这几个可能的候选人 包括赖清德 侯友宜嘛 蓝绿两边 就说对于中国的立场方面 赖清德定位是 对中的强硬派 而侯友宜则是亲中派 你看到这边 还特别把赖清德 侯友宜 小档案做出来 比一比 你看上面写着 一个对中强硬派 但侯友宜呢 是亲中派 这是日本NHK 他们做的分析 对因为你要先聊聊 日本基本上多数媒体 都是往他们执政 然后去靠拢了 那你说现在日本整个主流媒体 基本上来讲 都是比较偏民进党那边的 那当然这个过去有解释过 他相关的因缘计会跟脉络 跟经济是有关的 不过我先讲到这个 小丽媛星星 小丽媛星星 我现在已经基本上 可以把它奉为 是这个民进党御用学者 民进党御用学者 至于他的内容 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基本上赖清德 他在所谓的参选宣言里面 他有提到两岸问题 第一个 他说这个民主 台湾是一个主权奴隶国家 而且是什么 是一个民主 是台湾人的共识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维持现状的现状 因为我讲白了 民进党再三声称说 他们的终极目标 就是要维持现状 但是大家要问的是 你今天赖清德 要如何维持现状 好你把现状讲出来了 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而且这是台湾人的共识 的确 台湾中华人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大的差别在那里 一个是民主政体 一个是所谓的共产 你说国家集权政体也好 差别在这边 因为台湾人要民主 所以好你把这个现状 陈述出来 但是第二个 问题就来了 你该如何去达成 这样子一个目标 赖清德怎么声称 赖清德说 我们要坚持的捍卫民主 但是对于台湾 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台湾跟两岸之间的路线 该如何去走 完全这是问题 所以在动情灵下 哇他叫取得先机 在我看来 我帮大家翻译 整个赖清德在参选宣言 对于所谓的中华民国 未来的路线的白话文是什么 他就说我要用民主 来捍卫民主 因为这是台湾人的共识 就是民主 基本上他就重复了三个字 他是无限回圈 他拿民主说来拯救民主 来捍卫民主 所以讲白了 赖清德整个对话 整个参选宣言 完完全全没有提到说 对于美国 你是不是要维持 蔡英文的亲美路线 把所有筹码压在同一个篮子 高度的仰赖美国 这是不是你未来要做的事情 你对于中国 对于共产党 你是不是要维持 现在完全的抗中路线 还是说你要选择 用如何什么样子的前提 来与他进行对谈 因为赖清德在文中有讲到 他完全否认九二共识 他把九二共识直接扣上 所谓的一国两制的帽子 好你扣上没关系 你说国民党东西我不要 那我就问 民进党到目前为止 确实没有跟大陆任何谈判的 一个政治基础 那你民进党未来在赖清德 如果你担任总统的话 你要如何去跟对岸谈判 这个才是实际的问题 因为这个才是讲 维持现状里面的什么 维持的手段 你今天如果这个维持的手段 没有拿出来 不断跟大家讲说 台湾现在是民主的 我未来要维持台湾是民主的 但就问你要怎么样去做到 所以他去把赖清德形容 还说什么 哇 赖清德在2024 现在在这个国民党 还冷选没有待定状况下 赖清德已经把他扯瞅瞅 取得先机 不好意思 所以我说民将你怎么有脸好 一直去笑侯友宜的两岸论述 侯友宜也至少提出 所谓的侯无点 但你赖清德是讲说 我要为民主捍卫民主 这么空洞 如此虚滑的一个答案 对不对 所以我讲民将你要再 抨击国民党 抨击侯友宜 两岸路线之类 先回去问问你自己的金孙 到底他要选择什么样的路 因为从目前得到的答案来讲 怎么样 完全看不出来 是啊 可是赖清德 刚刚宇轩你在讲说 赖清德你现在应该是要什么 你要去跟两岸对话 但是他有吗 他如果是说 因为他一直在讲说 是延续前任 所以是讲延续蔡英文 蔡英文哪有在跟对岸对话呢 是叫骂而不是对话 来 什么老师 是这样子 就是 不好听 狗改变了什么东西 反正 那个爪团就弄 那个正式不弄 就是谈话讲 我每次听这个时候 台语我都要想 这个要怎么翻译 那个爪团就弄 那种蛇生那种弹 那个正式不弄 那个装是不会断 你的台语太溜了 你现在看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他现在先是 跟蔡英文是一样的路线 那这八年你所受的苦 将来八年你还要继续延续 他有八年吗 不管嘛 就是假设他们险上的话 他在摆明的告诉你不是这样子吗 说你们现在所受的一切 投给我 然后让你再 copy一次 而且还更糟 你的美国爸爸都告诉你 美国爸爸都要跟大陆交流对话 郑光伟员你觉得如果是他胜选的话 会比蔡英文还要更糟吗 不 完全没有更糟 会不会更坏我不知道 但是绝对是很差 因为他是整个是延续下来 所有的错误延续 所有的路线延续 背后还一个叫新潮流 新潮流在民进党内部 大家各派系都知道 吃糖吃土吃得金色色的 而且还要法相装 一面吃一面还要装 民党有些派系吃得吃像是难看 他们是比较会装的 有吃有拿 有吃有拿 现在还有位置 所以你觉得会更好吗 两岸只要是走这样的路线 是九二共资就是一国两制 结束了 结束了 所以中国大陆未来的做法是 万一不幸你选上 那你选你的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就是中国大陆在游击站里面一句话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我就不断地从社会 跟人民的身上 来展现另外的一面 最后真的不行了 那就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 今天像连连问我 国民党那几个好多 你看我怎么样子 你问我 我真的是我也摇头 可是我还是会有一个想法 支持王八也要把乌龟拉下来 因为那个乌龟实在是太烂了 所以贵民委员都 不是 我讲出来很多 还多人民的心声 你知道这几个比谁来谁比较好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民进党的那个人一定很不好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就怕 哪怕支持王八也要打乌龟 要不然那只乌龟要把它给干掉 因为那个乌龟已经带给我们 八年的苦难了 我们还要记住下去吗 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坏到什么程度你我都不知道 是吧 就是这样子 这是我的看法 各位听得不太失误 没有关系 这是我展现一个小老百姓的心声 给大家做参考 好 刚刚这个顺风委员的意思就是说 两个烂苹果选一个比较不烂的 可是如果要当一个比较不烂的 一定要让他不要说是烂 要让他是好的 要让大家觉得投下去是值得的 那国民党是不是动作要快一点 今天又听到新的日期5月20号 这个贵民委员有听到什么样的消息吗 到底什么时候这个人选会出现 对 因为就是要确定最好的人选 所以才会有这个迟缓的情形 其实大家都心里很着急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讲说赖清德已经开始跑了 他已经在起跑线上 所以我们要赶快地往前 赶快地往前 确定人选之后就往前跑 但我想回应一下刚才 就是说为什么2024呢 你刚回问了一下身份委员 我觉得赖清德不可能做得比蔡英文好 绝对不可能 因为蔡英文最起码 他还有国际的一个经验 赖清德是完全没有国际的经验 矮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